最近韩剧苦情戏并不是很多 但是当年如果没有苦情戏 韩剧确实不能杀出一片天地 这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就是 对不起我爱你 这部在当年真的是令无数人落泪 并且也是很多人经常会重刷的韩剧之一 这部在2004年播出的韩剧已经播出18年了 剧中的主演林秀金现状如何呢 1979年出生的林秀金 相信8090后的小伙伴一定不会陌生 他与演员苏志谢主演的虐心韩剧 对不起我爱你 在当年可谓是风靡全亚洲 甚至掀起了不少女生争相模仿 他在剧中穿搭的热潮 特别是那身彩色宽松长毛衣的look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然后来咱翻拍的内地版 对不起我爱你也出现同款 现在想想真是时代的眼泪了 林秀金最早是1998年以模特身份出道 但他的身高只有165厘米 林秀金踏入演艺圈的第一个角色 是于2001年学校四里 与恐流搭档 演出爱跳舞的女生吴慧娜 2002年主演电影《总统浪漫史》 演总统的女儿 两大主角是安生基和崔智友 2003年主演经典韩国惊悚电影 《鬼妹强花红莲》 当年23岁的她饰演姐姐强花 充满爆发力的演技和同事演技派 连惊讶标出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戏码 震撼人心 这部电影短时间内就打破了韩国首映日的票房记录 并创下了300万名观众的票房记录 而且在韩国2003年度电影票房第七 被称为世界50大恐怖电影 2007年又被评为韩国27年来第一恐怖片 后被好莱坞买去版权 翻卖成美国版 林秀金也因为这部电影收获了一系列的新人大奖 特别是韩国电影最高荣誉的青龙电影奖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步入转一线的地位 之后的几部电影有商业作品 也有艺术电影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角色可以难得到她 但林秀金真正大获的作品 还是要数2004年与苏志谢主演KBS 七美时尚爱情剧 对不起我爱你 她的剧中饰演女主孙恩采 也正是这部剧 让国内的观众认识到了林秀金 当时国内的影迭出租 有多少人是冲着这部剧去的 结局那里有多少人是哭着看完的 主题曲雪之花更是响遍了大江南北 到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时不时还会重新杀一遍 204年国内还翻拍了个电影版的 对不起我爱你 还引起了许多老粉的痛骂 糟蹋经典 林秀金更是凭借着剧中的完美表现 获得当年KBS新任女演员和人气女演员两项大奖 人气和影响力也真正得到了无限的扩大 在韩国内外风头一时无聊 凭借这一股热气 林秀金在2005到2009年间 共拍摄悲伤电影《方唐》 机器人之恋 幸福 打抱不平 田宇志 六部电影 除了机器人之恋的票房73万 其他步步破百万的票房 特别是田宇志上映11天破300万官影 最终606万官影 2010年林秀金被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 公布为最卖座明星中唯一的女影星 林秀金的人气和影响力 也凭借着这些作品得到大增 在网络上进行的2012夏季最小 一桶度假女明星评选中 林秀金以56%的支持率获第一名 虽然参演的电影票房都不错 但林秀金个人的并无获得有分量的奖项 直到2012年 林秀金主演电影《我妻子的一切胜影》 林秀金的汉妻 颠覆了她原本青春可爱的形象 该片一个月创造了400万的票房成绩 力压当时的复仇者联盟 并成功夺得青龙影后 她摄影的妻子看似完美 但是毒舌彪悍 作为林秀金的转型之作 也一个强势的大女人 让人很是惊喜 拄着拐杖的这身红衣造型 同样也是惊艳万分 至此林秀金成功的丰厚登顶 正式步入韩国一线女演员的行列 近几年来林秀金出演的《芝加哥打字机》 请输入搜索词www 忧郁症更是口碑和收视率双丰收的作品 林秀金在圈内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度 同时出演的作品都是反差非常大的 可以看出林秀金想要让自己的演艺道路上 所饰演过的角色更有意义 林秀金不仅事业混得风生水起 感情史也很精彩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林秀金曾经和Ring传过一段绯闻 Ring和林秀金因为一起拍摄了浪漫的爱情童话 赛博格之恋而被指相恋 两人在戏外也是被拍到了甜蜜出界的照片 因此当时媒体就一直指出两人关系不一般 绯闻被吵得轰轰烈烈 不过自知之中 两人都没有真面承认这段恋情 而如今Ring与金泰西也十分的幸福 过去的都成为了浮云 2009年12月 林秀金再次搭档孔刘主演寻找金钟旭 影片中林秀金饰演徐志友一绝 两人在合作结束之后也被传出恋爱绯闻 当时对此两人并未回应 谁料时光两年后 媒体再一次爆出孔刘与林秀金绯闻 而这次媒体更是直言 孔刘林秀金在美国已经秘密结婚 但是事后双方的经纪公司双双否认此消息 所属公司也称两人只是恰好碰到一起游玩 并不是传说中的秘密结婚 但是想来当初都是新人出道 难免惺惺相惜 关系好是可以理解的 林秀金还曾因为一张照片被骂上热搜 对公众人物来说 无论是韩国或是中国 女星公开自己素颜的形象 是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 因为在现有的唯风气下 这样的公开不亚于是一种审判 林秀金就曾在塑料平台上 晒出没有化妆的素颜照片 但因此收到了不少恶评 说她不做自我管理 对此本人的回复是 我喜欢现在的我 我肯定现在的我 我就是30岁我的样子 如此温柔而坚定的回应 也让她受到了很多30家女性的支持 在她看来相比20来岁 30多岁时 能更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让她觉得幸福 因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其价值 爱着并尊重现在的自己也很重要 虽然演艺事业很成功 而且成果绯闻的男性不少 但是现在林秀金还是单身的状态 粉丝们都希望她能尽快找到一个 跟她真正契合的人 最后也祝福她能够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们现在工程中和我们的幸福 传给了一种幸福 然后在小匙本里面